全意问答 师傅在15年7月28号的图腾节目里说 如果业障比例在20%以内 你就可以上天了 如果在15%以内 就可以超脱6到进入心灵法门的那个天 请问师傅这里说的是心灵净土吗 对 那上次师傅也开示了心灵净土的第一到三层 如果是15%的业障上去 是不是就是先到第三层 然后如果业障越少的话 就是上的天就会 上的心灵净土的层数就会越高 这样是 要看了 现在问这些干嘛 你们这种水平能够修到超出6到达 看看每天都在贪嗔吃慢疑的 我这些像真的一样的 毛的改毛病了 他当时是一步一个脚印 对不起师傅 像真的一样 你现在见 你现在无弥陀佛那个境界比心灵净土还近一点 你吃了去不了 对不起师傅 好了 对不起师傅 那师傅 弟子在这里也向菩萨跟师傅忏悔 自己因为自己种了不诚实的因 所以现在会有不好的果 弟子一定好好忏悔改过 多年诚实成功 肯定的嘛 讲都不要讲的 你要记住了 欺骗别人的人一定会最后被人家欺骗 骂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骂 打别人的人一定会被人家打 对不起师傅 这不叫报应啊 听不懂啊 明白 对不起师傅 弟子已经好好念 三回改过 也希望菩萨跟师傅能够加持弟子能够度过现在这个困难 感恩师傅 刚刚刚他们在打电话打出来及时了 嗯 好了 对不起师傅 找到实惠住的 对不起来